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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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在四川重庆交界这一带呢 还会出现 那么在这一带 八月底以来就频繁地遭遇 强降雨的袭击 要注意防范 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 那么到后天的时候 那么到后天的时候 还进一步向东南 推到东北以及长江 中央一带 可能还 到暴雨出现 之后 也会尽而至为了两到三天 中处多数都会陆续 在江南一带周四 也会享受了这个 两爽 有江南一带的最高 像二十四度的样子 而在北 在秋 扩展板 尤其是天气会变得 那么像西北和 最低气温 甚至是不足五度 让人更加 天秋的寒意 北 转中 二十到二十四 这时大庆 十六到二十二 寒景多云 二十五度 二多四 多云 十到十五 唐 十二 度 转 十五 云 十四到二十三 五一山 转阵 三十三度 一林多云 四度 广 二十三十四度 情十九 大 东京多云 二十四到三十一度 新德里多云 二十六到三十六度 迪拜 情转多云 三十一到六 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理程部分 在中国的古代 文人默刻 不惜笔墨 加以描写 而且呢 还有很多名人加入到了发现美食 发明美食的队伍当中 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现在很多的快餐取代了传统的美食 美食离我们的生活似乎越来越远 但是在这些传统的美食当中 却凝结着我们成长的记忆 今天我们请来了文化学者赵恒先生 和我们共同找寻美味的记忆 掌声有请赵恒先生 你好 赵恒先生 欢迎做个文明军 你好 请坐 今天我们谈关于美味的记忆 赵恒先生 您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美食家吗 不是 因为我从来不承认哪里 天下有什么美食家 如果说到美食家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美食家 因为适口为真 你所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真修美味 所以说美食家这个 既不是职务又不是职称 没人给你这个评定这个职称 也没人给你发这个工资 所以天下没有什么美食家 如果说到美食家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他爱吃东西 适口为真 那么林宇棠先生曾经也说过 说吃什么与不吃什么 完全是每个人的自由 无可厚非 这个所以说没有 我从来不承认我是美食家 就是禅人而已 好吃的人而已 没有什么事情 还挺幽默 还挺自嘲 那就要用咱们世俗的话讲 这个吃货 咱们有的时候 吃货过于点了一点 我自许没吃货 我也爱吃 来自外国的朋友 说说你们最喜欢吃的中国的美食 好吗 爱龙喜欢吃什么 我比较喜欢火锅 豆子 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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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饺子因为吃起来很舒服 而且它有很多韩语 他最早 你知道的韩语是 他是怎么发明的是张仲景 汉朝是东汉还是西汉 东汉 东汉 他们是医生嘛 然后他住的那个村 他出差了很长时间 他回来以后 然后他在里面 让你若干 你能让一点 然后我看完 这桂桑 我可以 穿一样